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8月18日 那麼今天我就要檢視一下 究竟香港兩代人 對民主運動的那種截然不同的理解 如何造成今天 2019年一個大規模的民權抗爭活動 那麼在8月17日呢 就是有撐警集會 這個天馬公園 根據官方的統計 就能夠容納1萬7千人的地方 警方就宣佈 當日就有10萬人 參與了這個集會 而大會也宣佈了有40多萬人 在容納1萬7人的公園裡面 是參與了這個集會的 那麼這個是相當壯觀的 而今天 我拍片的時候 在香港時間呢 就應該剛剛在進行維多利亞公園的集會 那麼這個是 各界都非常擔心的 包括特朗普啊 美國啊 香港呢 我們也很擔心香港的情況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年輕人呢 有一種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懼之 這種老子的思想在裡面 雖然一方面他就說 be water 但是其實 在過去兩個月呢 所做的事情呢 就不是一種 就是be water 可以了解、理解的事情 因為他們是有死事的決心 有背水一戰 背成借一的總決心 那所以 即使北京在不同的層面 文威武嚇 就是說要動用解放軍 基本法第18條 特朗普也發出警告 就是說解放軍、武警 在深圳灣集結 十分鐘內就可以直捐香港 但是 香港的市民呢 就是一些的抗爭者 他們是 在目前這一刻呢 仍是無退讓的跡象的 那麼這個就是要我重新去反思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兩代人 那種世代 民主運動的理解的不同 在上一代呢 八十年代 司徒華那一批人 他們所搞的民主運動呢 我不叫做抗爭 我叫做抵抗的 就是一種抵抗運動呢 是一種在紅線內 進行的抵抗運動 什麼叫做紅線內呢? 他們明白共產黨 那個對敵我矛盾 以及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種理解 他們所爭取的東西 其實是人民內部矛盾的 建設民主中國 這個 最多是平反八九民運 在維園裡面做一些悼念活動 不是一種反攻的活動 不是一種抗爭運動 不是一種擦反的運動 是一種抵抗運動 紀念的運動 那麼這個呢 共產黨是有默契的 就是他知道你撞動不了他 你悼念你 你沒有任何辦法撞動不了他嘛 你最多使得這種民主的思想 生火相傳 而這種生火相傳要是 可能是數以十年計 才會落地開花的 就是自由化嘛 無論雨怎麼打 自由刑事會開花 但是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在上一代的所謂的民主抵抗運動裡面 其實只是一種互相有默契的情況下 就是一種互動關係 而這種互動關係呢 當然是沒有辦法爭取到香港的民主 但是它有沒有作用呢? 它是有作用的 因為如果你連一些抵抗都沒有 香港就會好像澳門一樣 澳門就是一國兩制的典範嘛 所以一國兩制基本上呢 一定是在一國的情況下 而兩制是一種民主花瓶 和1950年呢 所謂的多黨派民主人士 什麼盟盟啊 這些呢 志工堂啊 志工會啊 這些基本上都是一種民主花瓶 其實是用來裝飾的而已 澳門一國兩制當然是用來裝飾的 北京、中聯辦呢 港澳辦是牢牢掌握澳門的情況嘛 每一張選票、每一個議席 每一條法案 都是他們牢牢掌握的 極少會有限差踏錯 那麼所以 香港的民主抵抗運動 至少就讓香港呢 就是他們失去的東西呢 是減慢的 也不至於像西藏、新疆一樣 西藏、新疆有大規模的抵抗 但是這些大規模的抵抗呢就是 有沒有效果呢? 它沒有效果 因為它是一個封閉的地區 它不是一個國際的城市 沒有很多國際的勢力在這裡活動 也不是有很舉足輕重的 政治、金融、經濟中心的地位 所以呢 北京又可以為所欲為 但是香港就做不到 那麼這個民主派的抵抗呢 是有一定程度的作用的 但是到了2014年呢 所謂大耀廷發起這個和平佔中運動以後 這個和平佔中呢就是由一種抵抗運動 變成一種抗爭的運動 歷史上是第一次的反式轉移 不過在北京的立場來講呢 其實呢 你一變成抗爭呢 它就會視你為顏色革命 我之前已經拍過片講過關於顏色革命了 顏色革命其實在北京的立場來講 就是一種奪權 因為831的基本法的一個解釋呢 其實就是 無論你選任何人 都一定要是效命於中央的嘛 無論你選任何人 北京一定要控制到嘛 香港人接受不了 因為香港人只能夠接受到一種 有普世意義的一種選舉 有政黨輪替意味的選舉 又能夠代表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以及by the people 的民主選舉 而北京就視這種為一種奪權 只要你是提出831以外的框架的東西 就是一種顏色革命 所以2014年呢 其實戴耀廷啊 陳日君啊 何俊仁啊 這些人呢 其實根本是沒有任何港獨意味色彩 甚至乎呢 還很有大中華色彩的人呢 都被視之為港獨 因為這個扣帽子是最有效的 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來講 是最有效的去打擊香港勢力 所以2014年 已經是視了香港的抗爭運動 為顏色革命的前奏 那麼好了 到了2019年 很多香港的年輕人 他們就認為上一代出賣了他們 由於上一代沒有盡力去爭取 他們的民主 因為在上一代來講呢 香港有自由 有經濟 生活安穩 安居樂業 馬照跑舞照跳 爭取民主呢 是錦上添花來的 那麼這個雖然是與生俱來的權利 但是因為他們安居樂業嘛 所以這個錦上添花呢 他們並不會完全豁出去爭取 但是到了2019年呢 就是有一批的年輕人呢 就豁出去爭取 他們就認為呢 如果今天不爭取的話呢 就是他們沒有辦法再有效地 有第二個機會 所以這個民主運動呢 到了2019年呢 就所謂的勇武派 有一種攬炒 就說現在爭取不了 即使爭取不了 都要讓對方永久失去香港 因為如果一旦動用基本法第十八條 或者解放軍呢 香港不再是以前的香港了 而香港的國際作用很大 譬如說中美貿易戰裡面 香港作為一種緩衝區 就使得中國和美國 雖然是很多地方已經翻臉了 但是它仍然保留香港其實一個利益在裡面 雙方都有一個巨大的利益在裡面 以致這個關係不會完全撕破嘛 所以香港其實還有很巨大的作用 而中國的外資有八成的資金 是經香港進入大陸的 而香港的股票市場呢 是每年幫大陸集資以千億計 那麼過去已經集了數以萬億的資金 那麼這個地位不是上海 或者是南山深圳 前海輕易能夠取代 所以在種種跡象裡面呢 年輕人有一種就是說 魚死亡婆 預期是這樣的話呢 就不如拼死一戰 當拼死一戰呢 If we burn, you will burn with us 一起去攬炒 如果我要失去香港的 如果我不能夠爭取民主香港的 我要你跟我一樣都失去香港 那麼所以這種決心就導致到2019年呢 這種勇武衝擊 就是面對解放軍的 鎮壓的機會 都是無位無懼的 那麼當然了 第三種人就是一般的香港小市民 在這一場 賭局裡面呢 他們就是相當無奈的 因為對他們來說 就是安居樂業而已 賺吃而已 是不是? 要在雙方的角力 的情況之下 顏色革命的籠罩 情況之下 他們就是 就是處於極之無奈了 因為他們就照大陸踏骨了 在張木頭 在十里銀灘啊 買樓了 對他們來說呢 這些事情就是 就是 他們認為是不必要的 所以香港呢 現在至少出現了三批的 完全不同 思維 的一種陣型 第一批就是剛才說的那種 這些就變成藍絲了 打警察是不對的 最好就是 什麼都不要搞 香港好好地生活 另外一批就是 所謂的民主抵抗派 我們要爭取 但是我們 盡量不要失去目前的情況之下爭取 爭取到也好 爭取不到呢 都起碼能夠延續下去 直到有一天 就是能夠有巨大的變化 社會國際的關係 各方面 那第三批就是現在年輕人為主的這一批 而年輕人為主這一批呢 他們的行動由於 雖然他們最初是得不到很多社會的支持 但是警方的不斷犯錯呢 令到銀發族 專業界別 包括航空界 律師 醫護界 昨天就有數以萬計的 據說有兩萬多名的教師 或者退休教師 出來是遊行的支持 我很多身邊的教師朋友都有支持 所以這個局面就 至少所謂三派頂立的局面 已經形成了 那最後就是 有一個思維 我們要講的 無論你是哪一派呢 其實你們都是香港人 我們大家都是共同的香港生活的 抗爭固然是好 但是撕裂呢 所帶來的後果是極之嚴重的 如果大家能夠有多分的理解 多分的理解 社會呢 才不會出現這麼大規模的災難 這個令我想起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呢 有兩批意見 其實有三批意見 當然有一批是完全反對的 支持北洋政府的 第二批就是蔡元培 他主張無條件釋放了所有的學生 他認為學生是有做錯的 具體的行為 但是他們的意志是堅定的 他們的意志是正義的 所以政府應該要放過他們 第三批就是 梁壽銘的新瑜伽第一代 始創人 那麼他認為呢 學生的意志是堅定的 但是他鼓勵學生去自首 所以 三批不同的意見呢 就導致對五四運動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其實香港也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香港從來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尊重民主自由 雖然我們沒有真正的民主 但是我們一直有高舉自由 自四十年代以來呢 國共啊 英籍啊 各方面的勢力呢 在香港也是能夠 就是 並存而不撥的 那麼我但願這種思維呢 能夠在2019年 以後我們繼續去堅持 因為有一些朋友 他就說我自六月以前 其實就是很中立的 但是六月以後 自從這個反送中運動之後呢 我就偏幫學生 偏幫示威者 那麼這個我是必須要講的 就是不同的政治議題 是可以有不同的意見的 但是有一些事情是沒有中立的 就是良知是沒有中立的 對民主 對人權 對自由 對愛的信仰 是沒有中立的 只有有不同形式的表達而已 但是這些是沒有中立的 那麼我作為一個深受 新瑜伽 思想影響的人 也深受西方啟蒙運動以來 理性主義影響的人的情況下 就是我一定是要支持 天賦人權的爭取 哪些人呢 去奪去天賦人權的那些就叫做蝕賊 蝕歐者豬 蝕國者猴 現實世界就是這樣 那些偷蝕了我們權利的人 就往往就成為了高大帥 建制派 權貴人士 但是那些本身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東西 所以 雞蛋和高牆 永遠都要站在雞蛋那邊 但是 如果他們有做錯 也應該要勇於去批評 所以為什麼 我一再強調呢 我認為 在和理非的運動裡面 暴力是難以避免的 烏克蘭 阿拉伯 玫瑰花革命 莫里花革命 那些全部都是難以避免的 但是問題呢 我們要盡量 將這件事情 去膽化 盡量不要太高調地鼓勵 因為如果你當一旦太高調地鼓勵 它就會成為了主流 當它成為了主流的話 這個運動就一發不可收拾 甚至乎會 就是好像阿成哥所說的 就是最好的因 會種成最壞的果 所以香港今天呢 義憤民成 我相信這個局面也很難收拾下去 也都 我看不到有化解的可能 我們只能夠祝福香港 天有香港 我現在在丹麥 我來到這幾天 這裡很多人都很關心香港 知道我香港來 很多人都跟我聊 Stand with Hong Kong Free Hong Kong and save Hong Kong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推介 太子餅店的月餅 那希望支持我的網友 今年可以考慮一下 來太子餅店買 最新推出的奶鑊月餅 那這裡呢 有兩個包裝 一個就是傳統的八個包裝 八就非常好意頭 這個八個包裝的奶黃月餅 奶黃月餅就比起我個人認為 比起這個傳統月餅 口感是更加好的 而且是適合現在這個世代的人 的口味 那同時間呢 喂 吃完月餅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漏了 那就最好喝了茶 所以呢 太子餅店 今年是跟一個英國的品牌 Tea Pig Tea Pig 就是合作出一個既有茶包 也有月餅在裡面 這個就是四個裝的 但是裡面是有一個茶包 這個茶包是八爵茶 英國最出名的當然是喝八爵茶 現在我試一試這個月餅的味道是怎樣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試一試 看看 看一看 那這個餅上面是寫著太子兩個字 而且呢 就是它這個尺寸我覺得是剛剛好 因為現在坦白說 現代人你叫它吃傳統那些 大的月餅 就是不是每個人吃到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尺寸剛剛好 奶黃味很重啊 哇 奶黃味很重啊 而且感覺是一點也不流的 就是非常健康的 我覺得 就是 好吃 吃到心裡邊呢 就是跟外面的奶黃月餅的感覺是不同的 外面很多奶黃月餅吃下去就會跌出來的 這個你看到我吃的中間 一點碎都沒有 這個是 非常之好吃 今年跟大家誠意推介 希望各位網友支持我的朋友也可以來太子餅店 光顧一下